欢迎您继续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长篇历史架空小说《极品佳丁》 作者 语言 演播 猛哥 第四集 萧青轩连喝了几口水 加上被林宛容脱了胸衣 更是焦急万分 心慌意乱之下 不断地挣扎 假之不会水 又被水灌进脖子里 早已经脸色苍白 他脸上满是惊恐 拼命地鼓着小嘴望着林宛容 美丽的眼睛说不出地动人色彩 这小妞虽然是个角色美人 但是下手可一点没有美人的样子 之前还相谈甚欢 一言不合动起手来 却又这般泼了 林宛容是绝不会中她的美人计的 老实说 自从来到这个世界之后 林宛容心中的苦闷无以言表 相比以前那个文质彬彬的白脸 林宛容也不自主地放纵了许多 她本性就有几分狂放 又知道自己可能再也回不去了 所以也不想约束自己 凡事都率性而为 放荡不羁 但她也有自己的做人准则 绝不趁人之威 特别是趁美女之威 对于这个小妞 林宛容也仅仅只是想稍微调戏一下而已 这样美丽的事物 林宛容是不会让她毁在自己手里的 见那小妞眼神越来越无力 挣扎越来越弱 林宛容伸出拳头在她面前晃了晃 撞出一副凶神恶煞的样子 那小妞急忙扭了扭身体 脸上满是惊惧之色 她大概明白了 在这水中 林宛容才是她的主宰 林宛容以凶狠的眼神示意她别动 然后将那束胸腰带 缓缓缠绕在她胸前 遮映住她的春光 感觉自己胸前有了保障 那小妞神情稍松减 却觉得身下一轻 原来是林宛容潜入了她身下 用肩膀托起了她小小的臀部 虽是在水中 林宛容仍然能感到那骨上的细滑与温热 只可惜现在不是享受的时候 林宛容要将她托出水面 然后自己从水下潜水而走 这小妞是个烫手山羽 林宛容暂时还惹不起 只好逃之夭夭了 肖青轩似乎不明白林宛容的用意 以为她又要轻薄自己 忍不住神色交集 不断地扭动着 抗拒着林宛容的动作 林宛容不管她的扭动 脚下一蹬 将她身体猛地拖出 她头刚露出水面 林宛容却觉得肩膀上传来一阵剧痛 力气划破皮肤的感觉 鲜血刹那间涌出 肖青轩刚露出水面 呼吸了一口新鲜空气 神情还在发愣 忽然听到远处传来一阵急切的哭声道 小姐 远处与自己一样男装打扮的贴身丫鬟 正划着小船向这边飞速赶来 林宛容与肖青轩一起落水 动作极快 肖青轩的贴身丫鬟还没议会过来 便已不见了二人的身影 见转眼之间 主子与那登徒子一起落水 翘丫鬟心里的惊恐可想而知了 肖青轩连续喘了好几口气 这才注意到 由于刚才这一番挣扎 她现在所处位置 距离岸边已经十余丈的距离 肖青轩忽然想到了什么 脸色一变 在水面四处看了一眼 咬牙道 你快出来 水面平静 无人应答 肖青轩冷哼了一声 脸色更冷 对着水面大声道 林宛容 你 你快给我出来 你快快出来 她连喊了几声无人应答 水面平平静静的 看不见任何动静 她神情有些不安 却又强迫自己平静下来 喊道 李宛容 你快出来 我 我刚才不知道你是在救我 你快出来呀 我肩上有毒的 你再不出来 你会死的 湖面上 仍是一片空气 几只惊奇的水鸟 铺散着翅膀飞过 肖青轩仔细搜索着水面 没有发现那个可恶的身影 倒是有几抹淡淡的红色 飘散在水面上 肖青轩紧紧咬着牙 一声不吭 心中也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小姐 小姐 你没事吧 铁身丫鬟靠近了肖青轩 将他拉上了小船 为他披上一件干净衣裳 哭着焦急问道 小青轩湿润的绣发 紧贴在身上 湖水湿透了衣衫 露出那无限美好的身材 小青轩咬着鲜红的嘴唇 沉声下令道 绣河 你传令下去 立即派水中好手 来寻找林宫 寻找这灯徒子 不管花费多少时间 也不管花费多少精力 一定要找到他 生要见人 死要见尸 剑绣河不解地望着自己 似乎是不知道为什么 还要救这个可恶的灯徒子 小青轩脸上 闪过一丝难解的神色 接着 紧紧地捏了捏绣泉 脸上一片愤怒道 我不能就这么轻易饶过他 找到他 然后 我在 我在亲手杀了他 他说完最后一句话 急剧地喘了几口气 便转头不语 目光痴痴呆呆 也不知道落在了哪里 林宛蓉从水面下 一口气潜出老远 不时地偷偷靠近水草处 潜出来换口气 肖青轩的呼喊 他根本一句都没有听到 就算听到了 也绝对不会回去 开玩笑 都被你玩成这样了 再出去 任你鱼肉 胸中的疼痛 一阵塞过一阵 箭头的力气深入骨肉 尊心地疼痛 这小娘皮真是够狠 老子真是好心美好抱 林宛蓉愤怒骂道 林宛蓉知道 肖青轩最后给自己的这一下 完全是下意识的 她肯定是以为林宛蓉又在占她便宜 所以才给了她这一记痛击 毕竟像她这种自负高傲的小妞 屁股比黄金还真贵 那是绝对摸不得的 奶奶的 原来这小妞一直留有余地 手里还握着力气 看来她的的确确不是真心要杀自己 否则 仅凭她手腕中的这件暗器 随时都会要了自己的小命 林宛蓉心中一阵侥幸 可是她最后 为什么又要给自己来这么一下呢 难道是我最后的动作 太像色狼了 这小妞才给了我一下狠的 林宛蓉心中嘀咕道 想到这里 林宛蓉心里一阵气苦 你这小娘皮 老子就长得那么像色狼吗 我还一直以为挺有安全感的呢 全身已经接近麻木 林宛蓉自己都不知道怎么爬上岸的 在一处隐秘的草丛中 不断地喘着粗气 左肩上 一根长长的金色小剑 刺入肉中寸蓄 伤口已经不再流血 眼光所见之处 皮肤颜色都已乌黑 虽然林宛蓉对医学不甚了解 却也能看出来 这是中毒了 这小娘皮竟然在剑上抹了毒 林宛蓉心里大愤起来 也不知这毒会不会要了老子的小命 死石湖中的小船越发的多了起来 上面大多是些进装打扮的标形大汉 他们不断地跳入湖中搜索着什么 林宛蓉知道 这些必然都是肖青轩派来寻找自己的人 想不到这丫头如此的雅兹必报 早知如此 在湖中就不该放过她了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喜马拉雅出品的长篇历史架空小说 极品嘉丁 林宛蓉心中虽然有些恼怒 但也并不后悔刚才所为 杀死一个美女 显然不是一件让人愉快的事情 林宛蓉充分发挥了阿Q精神 心里对着小青轩好好地歪歪了一番 安慰一下自己受伤的心灵 她眼下浑身搞得湿漉漉的 身体滚烫似火 又是重伤 又是中毒 幸好这上岸的地方 离林宛蓉现在暂住的地方不是很远 而且天色渐黑 也不用担心会有什么人发现她的行踪了 林宛蓉四周观察一番 见无异常便咬咬牙 一路躲避着 坚持着向居所走去 一路之上 根本没有人留意她 那姓霄的小妞 似乎没有到城中搜索她的意思 林宛蓉这才放下心了 刚到家门口 林宛蓉一口气就再也坚持不住了 软软地瘫倒在地上 大口大口地喘着租气 一个苍老的黑影 缓缓走到林宛蓉面前 声音嘶哑着道 你回来了 她的瞳孔中空空如也 像是被人生生挖去了般 露出两个空空的眼眶 显得有些恐怖 林宛蓉跟她已经相处了近一个月时间 也没有开始时那么害怕了 便点点头道 是啊 魏大叔 我只是出去散散步 却没想到 差点连命都丢了 她和这魏大叔相处以来 说话一直都是坦诚相见 当然 她的真实来历除外 因为那实在是太难以接受 难以想象了 魏大叔也不说话 缓缓蹲下身来 两指搭在林宛蓉脉搏上 沉思一会儿 方才撇下手腕答道 你中毒了 是慢性软筋散 虽不至于送命 但两个时辰之内 浑身污子 体虚乏力 十二个时辰 才能恢复原状 林宛蓉听说这毒不致命 顿时长长地虚了口气 心道 你那小妞倒还没把事情做绝 不过想想刚才在水里的情形 如果毒性那时候发作了 自己岂不是一命呜呼 想到这里 心里也有些后怕 至于你所受的内伤与外伤 只需要休养数日 便可以恢复了 魏大叔又接着说道 他虽眼不能关 但摸了几下 便知道了林宛蓉的外伤情况 听说能保住生命 林宛蓉心情好了许多 那些体外伤 倒也还在其次 疼痛也似乎减少了几分 当然这极可能是心理作用了 魏大叔按住林宛蓉道 你忍着点 我拔出你身上的小剑 林宛蓉愣了一下 苦笑着脸道 魏大叔 难道没有麻药吗 这么粗鲁的方式 不太适合我们这种文明人啊 魏大叔愣了一下 什么是麻药 没想到这个世界 科技竟然还是这么落后 难道李时珍 华佗这些大神们还没出现 看来这苦头是吃定了 林宛蓉不甘心地问道 就是让我的尖头 不分赞时失去知觉 然后你动手拔剑 这样我就不会觉得疼痛了 魏大叔摇头道 没听说过有这样的药物 蒙汉药倒有 你要不要试试 林宛蓉急忙摇头 睁着眼吃蒙汗药 开玩笑 没病也弄出病来了 魏大叔递过自己的一只臭鞋道 你要出这个吧 林宛蓉急忙道 不用了不用了 他东张西望 找到两本现装小书咬进口里 然后望着魏大叔含糊道 来吧 魏大叔正要动手 却听林宛蓉长呼一声 慢着 见魏大叔满脸疑惑地望着自己 林宛蓉善善一笑 说道 大叔 你下手轻一点 那可是我的血肉啊 魏大叔点点头 林宛蓉想起那个祸害自己的小妞 心里愤怒滔天 早把那小妞的祖宗十八代问候了个遍 事到临头 害怕也没用了 林宛蓉脸上倒现出一片坚毅之色 魏大叔双手轻握那金色小剑 稍以用力 小剑便落在了他手中 林宛蓉紧咬住书本 脸色苍白 汗珠滚滚而下 却愣是没有吭出一声来 魏大叔点点头 脸上满是赞赏之色 似乎没有想到林宛蓉也有这种硬骨头 林宛蓉从小出身在汉江边上的山村 性格中很有几分农村孩子的刚毅和坚忍不拔 要不也不能以全市第一名的身份考入北大了 刮骨疗毒的事情他还做不到 但这样的忍痛拔戒 咬咬牙还是挺了过来 魏大叔将拔出来的金色小剑交到林宛蓉手里 林宛蓉翻来覆去地查看着 这把小剑乃纯金打造 制作精美 剑身上刻着一个娟秀的传书 玄字 联想到先前那假货自称萧清轩 林宛蓉便明白了这小妞名叫清玄 至于清玄则只是取其谐音而已 萧清玄 萧清玄 林宛蓉轻轻念叨两声 这名字确实十分雅致 只闻其名便已可见其人 这小妞让老子见了血 老子也必定要让她见血 雅姿必报 金金计较 对着小妞就要这么干 林宛蓉嘴角浮起一丝冷笑 魏大叔听林宛蓉念叨这个名字 脸上闪过一丝异色 萧清玄 你确定她姓萧 她姓什么 林宛蓉倒不能确认 不过清玄是她的名字 应该不会有假 魏大叔又道 宛蓉 你把今天和她相遇的经过 前前后后的对我说来听听 魏大叔是林宛蓉来这个世界之后 见到的第一个人 是她亲自将林宛蓉从玄武湖中救起 那种感激之情自不用说了 林宛蓉便将今日湖边发生的事情 以及自己与萧清玄之间的对话 原原本本地说与她听了 魏大叔边听 脸上也露出几分诧异之色 显然对林宛蓉的高论 也有几分佩服 待念到那句诗 魏大叔脸上的惊恶之色更甚 宛蓉 这诗真的是你所作 当日趁年休假和同事们一起登游泰山 那个可恶的丫头 愣是逼着林宛蓉背起了三四个人的行李 又是雨后 林宛蓉脚下打滑 失足坠下云海 然后莫名其妙地就被送来了这个完全不同的事迹 落在了玄武湖中 若非魏大叔偶然经过将林宛蓉救起 恐怕林宛蓉早就命丧皇权了 所以林宛蓉对魏大叔怀有深深的感激和崇敬之情 按理来说 这件事情不该骗他的 可是林宛蓉也知道 这个地方的人对古文诗词 有着近乎疯狂地执着追求 为了避免不堪其扰的麻烦 林宛蓉只好硬着头皮道 是的 魏大叔 这属游胡识偶然所得 倒叫您老人家见笑了 魏大叔叹了口气道 宛蓉 我与你相处越狱 这一个月来 你整天呆坐 口里念到什么旅游公司之类的东西 从来没有见过你念过一本诗书 直到最近几日才出去走动走动 我还以为你不喜欢诗书 却没想到原来胸中早有沟壑了 但凭这几句 当今天下那些所谓的才子佳人 便没有一人能与你相提并论 林宛蓉老脸大红 这话萧清璇也与他提过一次 当时倒是坦然接受 现在面对恩人的称赞 倒确实有些不好意思 但林宛蓉丝毫没有觉得自己无耻 莫名其妙地来到这个地方 总要有些东西傍身吧 这些就当作上帝对自己的补偿了 要说无耻 那个害得林宛蓉如此凄惨的董事长千金 最无耻 想到那个可恶的小妞 林宛蓉顿时又有了暴走的倾向 她急忙控制情绪 收复 提臀 消气 与这个可恶的小妞比起来 小清璇算是可爱的了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感谢您的收听